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收看 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首先前内政部消防署灾害管理组的组长林金鸿组长组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主任主任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林传媒董事长施威权志动好 刘萧好 我们家陈文贾教授陈老师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今天一开始持续来关心的是土耳其的百年大震 目前最新的死伤人数已经传出超过了一万五千人死亡 受伤上万人 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说救援是第一药物 而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 陆续的也从国际的媒体上面看到了很多让人不舍的画面 首先来看的是在叙利亚这边 叙利亚跟土耳其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 到底在国际救灾上面难道有所谓的大小眼吗 叙利亚的灾民徒手挖这个砖来救他们的亲人 在左边的画面看到的是叙利亚一位男子叫做伊布拉辛 他有三十名的家人下落不明 你可以看到在救援队还没来之前 想办法的能够救一个是一个 这名男子在断圆残壁和瓦砾尘土当中 徒手的把一砖一砖的就一直的不断去开挖 希望能够有好的消息出现 另一方面在右边也是叙利亚 一位男子叫做艾曼迪里 在废墟当中也在寻找的是他亲爱的家人 包括了他的兄弟还有八位侄子 其实谈到这边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舍不得 因为这个天灾无情 我在想的是如果是我们的家人 就在这个断圆残壁当中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希望就算是透过救援队 就算是自己能够找得到家人 幸存者能够找得出这个生命呢 就是让人非常的兴奋的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说 这个除了是天灾之外 难道没有人祸吗 这两天大家也才开始讨论 我们来看 难道真的是因为人祸造成 如此惨重的死伤吗 叙利亚成为了救援的黑洞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镇央 这次等一下也会聊到 所谓的双子地震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看到这次的叙利亚 它目前的领导人叫做阿萨德 在2001年7月就任 现在在叙利亚有2150多万的人口 是2022年的最新统计 而种族包括了阿拉伯人 占了9成库德人 还有包括亚美尼亚人 土库曼人等等 另外人均的GDP是948美元 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相当的贫穷的 那么外汇存底几乎是零 这次的大地震造成了雪上加霜 你可以看到目前根据叙利亚 民房组织跟政府的统计 总共已经有2,992人死亡 5108人受伤 这还是目前为止的统计 当然死伤人数会持续的增加中 WHO已经表示说 在极难救助资源不足的状况 现在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叙利亚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说 难道在国际的救援上面 叙利亚 土耳其 国际有所谓的大小眼吗 CNN的报导说 至少已经知道有2,530人是在政府控制区 还有叛军的控制区当中丧生 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除了救灾之外 竟然还传出了零星的战事发生 也就是一边救灾竟然还一边发生了战争 好 无国界的医生组织 还有世界医生组织等等的NGO组织 现在都设在土耳其 只以快闪的方式到叙利亚行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叙利亚 目前的死伤人数持续在增加 而且现在看到的数字 可能都还是台面上的数字 还有很多的黑数 还没有被公布出来 叙利亚的反抗区 恐怕会沦为人道救援的黑洞 另外在当地有一位志工叫做哈马威 他说这边没有政府 设备可以帮助灾民 没有挖土机或者是重型设备 每一件事都是他们徒手完成的 也就是说 现在在叙利亚 特别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 几乎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资源 包括了食物 包括了取暖的物资 可是叫天天不应 叫人人不来 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 除了天灾之外 当然就是人祸要如何来检讨 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组长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黄金救援的72小时 眼看着一分一秒就要过去了 那在救援的这个进度上面 依照您以往的经验 因为我们台湾也曾经发生过 像921大地震如此惨痛的一个教训 那么以您的经验是来看说 随着这个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 救援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做调整或是改变 我想时间的改变一定救援方式会改变 但是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黄金72小时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只是说你超过黄金72小时 可能你死亡的几率可能会变高 那事实上过去在谈黄金72小时 其实它比较常讲的是指海难 不是在讲地震 因为你掉到海里面 当摄氏水温比较低的时候 你人会失温而亡 而且你会水海漂流 所以地震在伊朗沙姆城大地震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受困在倒塌建筑里面 超过8天 后来顺利被救出来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 基本上来讲 你在救灾的这个难度上会增高 但是现在你说到难度 其实在当地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天寒地冻 现在非常的低温 在零下的温度之下 救援人员也是一个挑战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救援的方式的话 会如何采取要全力来抢救 我觉得一些原则是不会变的 比方说像我们是去执行国际人道救援 所以你首先到现场 你一定要先报到 然后接受现场指挥官的指派 那他就会依据你本身所具备的能量 分配合适的区域 那到了这个区域以后 我们就会开始先做大规模的搜索 先了解一下 这里面现在面临的状况 然后开始去拟定整个作战的策略 所以包括您刚刚讲的 不管天寒地冻或现场的状况 那些都是指挥官 就是我们带队官在现场 会去全面性的评估 然后开始大规模搜索 那大规模搜索大部分就是 一开始可能会用搜救权 先去看看 还有没有人存活的机会 那如果发现有生命迹象 就会用细部的一些科技的仪器 像生命探测器 然后开始去做比较细致的搜索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再请教您 就是有关于包括像是 如何动用精密的仪器 来搜寻可能的生命迹象 这次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在图版上面你可以看到说 这次所谓的镇央 那么连续两次非常大的地震 一次当然就是第一次开始发生的 是规模到了7.8 第二次是到了7.5 那我们也知道土耳其跟台湾很像 其实地震非常频繁的国家之一 最近这两天日本的辞城县 有一位教授叫做巴木永志 他就针对土耳其大的地震 他就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这次的地震震源区域 有两个相交的断层 是非常罕见的双子地震 郭主任先告诉我们一下 什么是双子地震 好 那个我们看这个图 如果说在一般的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先出现一个7.8 然后再出现一个7.5的话 那我们会说这个是余震 那通常余震的话就表示说 这个7.5跟7.8 都是在同一个断层系统 那7.8的话叫做东Anatonia断层 可是这一次这个7.5的 它发生的位置并不是在东Anatonia断层上 它是一条东西 东西走向的那个断层 跟那个Anatonia它是从那个西南 往东北走 那两个断层 一个是东西相交大概 乘一个30度的那个角度 所以这个7.5就有人提出说 这个不是一个地震序列 所以是一起新的这个地震 您的意思就是说7.8是首震 但是那个7.5并不是7.8的余震 而是另外一个新震 对 假如说不是余震的话 那我们怎样子来讲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就有提出一个双子地震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时候 是在那个日本北方四岛 就是跟那个俄国有土壤争议的那边 曾经在那个2006年的11月15号 有一个规模8.1的地震 那隔了两个月后 就是到了那个2007年的那个1月 又发生一个规模8.3 那这个比原来的还要大 然后看起来位置也并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提出一种这种 叫做那个Earthquake的Cablate 就是一种双子地震的这样子的概念 那因为这个概念是很新才提出来的 所以以前的话我们在地震测报的时候 你先7.8然后后面7.5 我们通常都会说 那是余震 那是余震 或者用一种双子震 就是这样子把它带过 最早是由您就是来提出像是说 这个地震大概强度是 如同原子般的这个威力是有多大的 而且也特别看了一下 这次在土耳其发生这个双子地震 前后两次 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第一次很像是这个类似是 250颗原子弹 然后第二次这个7.5是 大概是约是100颗 就像加起来两震 加起来是350颗原子弹 然后我们之前的921大地震 那时候是摇晃得非常厉害 那跟这次的7.8 有人说是921的两倍 是这样子吗 不是 其实我们921地震 我们看这个图 就是说在921的一个月前 就是在1999年的8月17号 土耳其有发生过一个规模7.6的地震 然后在1999年 它这个是个零位置时间 是UTC 对 它是那个 所以要再加8个小时 就是台湾是920 它的920就是我们的921 对对对对 在全世界讲这个地震 是用920来称呼 我们是自己叫921 但是已经是1.47分了 那个美国地质调查所测报的是7.7 规模7.7 因为我们知道都是7.3嘛 7.3 它是ML是瑞士规模 或者是地震 就是我们台湾自己local local的那个 local测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会比较准确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达到某一个程度 比如说到7.3以上 我们所有的地震仪全部都保和了 太大的算不出来 所以ML它极限大概就到7.3 是 那美国是地震距规模 它是7.7 所以你要比的话 就是地震距规模跟地震距规模比 那你要跟7.8比的话 就是我们的921是7.3 其实是没有差太多的 目前这个针对这个土耳其的大地震 当然专家也提醒到 还要小心是未来的余震 还有可能会发生 我继续请教主任 是这次也看到这个新闻报导是说 土耳其的强震40秒造成了这个板块移动 使得土耳其的国土移动了3公尺 然后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说 就是刚刚讲说国土移动了3公尺 阿拉伯板块往东北方向偏移了3公尺 所以导致说安纳利 安纳托利亚板块相对往西南移动3公尺 巨大能量造成了板块移动 它后续的影响是 对 就是说那个我们当然是通常在以那个一个地震车报的这种政府的这个角度会希望说民众不要掉以精心 要多加注意 但是我看这一张图 就是说一直截至到目前为止 就是我刚从那个美国地质调查说的那个网页搜寻出来的 事实上它的那个余震 那个并没有很多 就是这是2006年 就是说我查看的那个结果 那个其实还好 就是说在2月6号以后就没有规模6以上的地震出现 但是政府呼吁民众要注意这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土耳其有两个断层系统 一个是东安纳托里亚的断层 那一个是北安纳托里亚的断层 那我们1939年那个规模7.8或者8.0的那个地震 那个是在那个是在属于北安纳托里亚的断层 但是北安纳托里亚的断层 它连续发生每隔一两年或十年 就会发生一个规模7以上的地震 所以它一连串已经有十几个地震 然后从东一直到西 所以北部该倒的房子也多半都倒了 那新的房子规格都很严 那反而是东安纳托里亚断层这边的 因为它大概有200年没有规模7以上的地震 6还是有 那所以那个就是旧的老房子都还没有更新 然后新的建筑规范也没有很去重视 大家也不认为 住在这边的人也不认为说我们会碰到地震 结果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 即便我们在台湾这边 相隔这个土耳其大概有8000公里之远 我们也是地震频繁的地带 也是有断层 所以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民众 真的是不要掉以轻轻 还是要有忧患意识 不过刚才郭主任提到了一个 令人至少放心一点的消息 就是根据您的观察 观测就是说之后的余震 没有超过6级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 是对于现在的搜救人员 最担心的就是遇到了余震的时候 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看到了台湾这次 有两支搜救队派出 真的也特别的祝福他们 一切都平安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9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因为看到这次的土耳其地震发生之后 当然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不过这两天看到他出现了 出现之后 当然第一个时间他也道歉了 表示说会尽全力的来抢救 这个土耳其当地的一些灾情 而且看到是特别被大家质疑的是说 一边在救灾 但是一边又在抓人 因为有网路上面的这些 爱尔段认为的是在动摇政权的这些谣言四起 当然也看到是说土耳其 现在大家会关心的是爱尔段的政权 会不会因为这次地震被震出来 其实我们分离委的部分来讲 其实爱尔段他已经执政了20年了 从之前的2003开始当总理 后来之后在2018年 他把他修宪变成是从内阁制到总统制 所以这一段然后又 马上要面临的是在5月份就要进行国会总统的大选 这样显得意见 土耳其的总统他是认为说 他现在其实是两极化 一个认为说他是让土耳其建国100年 因为今年是他建国100年 其实让土耳其再次的伟大 但是有人讲说他是一人专制 所以他现在面临的部分的这个他本来就是 我们应该叫做什么雪上加霜 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 然后他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他主要的 他的经济是来自于欧盟 欧盟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自顾不暇 显得意见他这个经济上有很大的赤字 据说他赤字大概会达到台币6兆 那他现在只能去欧盟 或者说他因为他要搞经济必须去弄外交 所以他现在外交的部分 其实他跟原来的这个叙利亚 跟阿拉伯国家现在还不错 因为他认为说贷款什么 要从这个从阿拉伯联盟过来 所以他现在呢 他现在所处的处境是有两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 以什么核心呢 就是以他的能够继续在5月12日 得到赢得大选 为他的一个 他的要去努力的 然后回到这个部分 当然救灾他是非常要重视 因为救灾的这么重要的东西 会影响到这个 毕竟总统是大选 所以必须要掌握民心 除此之外呢 他可能还会在进行 在这个救灾过程中 他可能还要去做一个 更积极的是怎么样 就是库德族 因为这个他们都独立嘛 所以库德族他可能要做这个动作 要去打压 那甚至呢他可能还做一个部分 最大的动作上还要继续在竣选 然后呢再需要搞经济 所以我看呢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他呢 我觉得他也是蜡烛三头烧 三头烧 一个头三个大 对 又要以选举为核心 又要搞经济 又要搞库德族 然后又要救灾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可能会影响 到这个五月份的这个他的大选 但是 怎么说呢 我看到了很多的新闻 标题就这样写的 美国愿意援助地震 但是不愿意跟叙利亚沟通 另外灾 正在两样情 叙利亚在48小时内 竟然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救援物资 看到在土耳其跟叙利亚 这次的这个地震呢 是在他们的边境 那么看到不只是土耳其 包括叙利亚也是非常的惨重 但是叙利亚大家都知道 因为内战多年 然后呢遭到西方的制裁 现在呢也坚持说呢 所有的救援管道 必须要透过大马士革政府 那美国当然是不会跟这个叙利亚打交道 现在透过的方式呢 是透过NGO的组织进行救援 而布林肯呢 在这两天还说呢 他们帮的是叙利亚的人民 是民众 不是阿萨德政府 施董 救援在这个时候还讨论到 这个国际关系 政治考量 是国际现实 这不得不啦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面对这样大的国家灾难 其实当务之急就是 损害控管 防止灾情继续扩大 灾情是可能扩大的 因为天气的关系 因为余症的关系 死亡的人数 是可能还会再继续增加的 所以当务之急呢 就好像病人住进了急诊室 急诊室的医师考量的 不是说这个病人的holicity的全体的福祉健康 当先就是如何让他继续活下去 能继续呼吸 能继续心跳 那一样 所以当下国家领导人的任务 当然就是减少死亡 减少死亡两个救援 一个是现场的救援 埋着的人能赶快把他救出来 不管黄金是几十个小时 总之能不放弃就尽量不放弃 另外一个东西是医疗 你医疗现场是一个阻止死亡继续扩大 很重要的 然后适当的安全安置 安置为什么可以减少死亡 第一 免于愚症的伤害 第二 免于天气的一个伤害 但是这些跟所有的危机处理 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资源的汇集 资源的调度 以及资源的配置 当下你一定要靠其他的国家 那美国跟叙利亚之间的僵局 从2024 当然最激烈的时候是2011开始 但2004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美国就是不跟他打架道 那叙利亚当局他也讲说 所有的救援 你必须要通过我 你必须要跟我对话 所有的物资 你一定要经过我才能进去 那这是美国唯一 他们不肯承诺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阶级 就是不能妥协的是吗 对 所以就这样在这里 那现在就是靠NGO 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 那在当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NGO 就是Wighelm 白头盔 它是一个志愿军的组织 那里面的成员也有其他国的人 也有联合国的NGO团体在那边的支持 那现在就是说叙利亚的确太乱了 至少有九种武装势力 包括美军也有在那里 九种武装势力 各自的政治立场不一样 也有美军所支持的反政府的一个立场 所以站在叙利亚的一个立场 你美国都还公然的派军人反对我的一个政府 他们觉得说解套应该在美国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如果没办法让迅速的 让各式各样的物资到叙利亚的话 而NGO又不够的话 美国事实上可以委托其他的中立国家 这也是一个方式 委托其他的国家迅速的让物资到党 不过人命关天 这个时候还在计较这个所谓的国际现实 然后算计来算计去 百姓何故 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 当地的志工 那在特别对于外界表示的时候 他说每件事情 现在他们都必须要徒手完成 因为没有要物资没物资 要救援没有救援 几乎成为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而且是群龙无首 那现在但对于当地来讲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生命 就是要怎么样跟时间赛跑 跟死神搏斗 把生命赶快地救下来 我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 组长有特别提到说黄金救援72小时 现在可能会更短 因为当地的温度是极低温的 那你也提到说第一天的做法 跟第三天的做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想办法要赶快地抢救 不过提到这个无政府群龙无首的状态 以台湾的经验来看 因为我们曾经也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 那各国的救援队到我们的台湾来 然后统一的指挥中心 必须要怎么去做一些分配 我们的经验 基本上来讲 其实在921以后 其实那时候921是没有这样制度的 那在台南那个围观大楼倒的时候 那当时台南它就成立指挥中心 大家还是要先来做报道 因为有了921之后的一些经验 对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各国的救援队你来一定要先报道 那报道了以后我们会依据你的能量去分配 你应该要去处理的救灾区域 那因为台南围观大楼跟这一次土耳其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就是个单一的店 其实台南虽然还有一些建筑岛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那在未来我想在整个灾害应变 也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你要先报道 再依据你的能量去做现场的分配 但是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说人命 其实不只是依赖这些救援队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平常怎么为自己做好准备 包括你今天在面对到这样天灾之前 那你是不是有曾经想过 就像当时在台南围观大楼倒的时候 那我就 我到了现场就发现有一对夫妻在那边哭泣 那我就走过去 因为当时救灾人员都很忙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 他说我的小孩子还困在建筑屋里面 那我说因为现在整个都倒了 你是几号几楼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必须要有人去把这些资讯提供给现场的救灾人员 那所以这就涉及到你前面的整备工作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必要的资讯 很完整的告诉救灾人员 这样子相对你获救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为什么会谈这个 因为当整个全面灾害的时候 我们会救一定是怎么救 从我能救的先救 那所谓能救的就是第一个我资讯明确 我确定这个人就是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说我很确定 等于说这个人 等于说我有看到他 所以我认为这些自救的动作或事前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是在给救灾人员一个很大的帮助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说明 是 这次土耳其大地震确实给所有全球上了一课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复合性的灾难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还有怎么样来因应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